虽然是房长 但是这位房长黄永宏 也忍不住讲了一句 我们亚洲人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世界上 最富有的国家 会指责贸易不公平 我觉得这句话讲的 真的是太好了 同步补充一下 英国经济学人 这个杂志在7月24号 登了一篇 说中国似乎正在快速囤积 粮食金属还有能源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数据 包括小麦啊 包括玉米啊 包括原油啊 等等等 那写了这一大篇之后呢 它的结论就是 可能是为了应对美台 即将爆发的危机 杰大师是这样吗 是这样 我觉得新加坡的这些高层官员 他们这个国际官 对新加坡以外的事务的掌握 通常都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 对 包括他们从这个李光耀开始 他的高层官员 谈国际事务都是言之有误 而且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 然后他最重要他是找到他自己的定位 那他在这个场合里面 他绝对不会顺着美国的这个 记者的这个调子往那边走 不会因为今天我在接受美国 美国的这个重要杂志的记者访问 或者在美国讲的话 我就变调 他不会 那反而越是他们在这个这种场合里面 他就要维持他一个客观中立 然后据说服力 有知识含量 有这些理性含量的答复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政策 像这个李显龙 在最近几年 他一直讲的一个 一个新加坡在国际 这个好 这个所谓地缘政治变动的 这个大时空环境 他一直讲 新加坡不选边站 对 所以新加坡不选边站 这一句话 其实对新加坡的官员来讲 就是告诉他们 你不被去阿谀 你也不必去依附于任何一方的力量 你就照你的这个 照你的这个认知 然后呢 讲出真话 所以新加坡另外一方面的 就是说 其实新加坡 一直想当一个区域的代言人 也就是说 他站在他自己本身的 这个地缘政治的环境 他是属于亚洲的 他是属于 第一个他是属于亚洲的一部分 第二个他是属于东协的一部分 这个地缘政治决定他的 发言的一个标准 一个出发点 所以新加坡从李光耀开始的话 他就很有自己的一个 从自己利益角度 看问题的一个传统 所以你看不管杨荣文 他们的外长 或者说是这个李 李显龙 到现在黄永宏 讲起外交政策 人家都会怎么 讲起这个国际 人家都非常佩服 你看他这个话 虽然讲得委婉 比方说他讲这个贸易不公平 这件事情 当然他没有直接点名 美国 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竟然会指责贸易不公平 等等 他话讲的用词 虽然是自争俱择 蛮委婉 但是算是蛮直白的 所以当他看这个 如果说对于这个新加坡 不太理解 你就会觉得他好像站在中国这一边 当然我们知道新加坡跟大陆 也是有一些矛盾 所以在这个场合当中 不管这个记者怎么带风向 不管这个现场的气氛如何 我说他讲出了新加坡的一个主张 那经济学人的这一篇呢 是这样吗 其实这个讯息其实由来已久 这个经济学人在这个时候 把他集中全部写一写 做了这个结论是为什么 我觉得经济学人大概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有一个美国在战略上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就是不断要炒高台海冲危机的这个 这个发生的可能 因为这个是美国在整个东亚部分 他今天能够号令诸侯 把这些他的盟邦都动员起来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设 如果没有这个假设的话 你今天去动员这个日本 你今天去动员韩国 你今天动员这个菲律宾 你去动员澳洲的话 你没有一个假设的情节放在那边的话 你很难动员他们 而这一个台海的危机呢 又是可以找到很多蛛丝马迹 能够证明这个看法跟利益 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炒作台海危机 当然这个中国大陆向来非常重视粮食安全 还有这个能源安全 你说他完全没有在准备台海危机吗 当然也未必 但这个台海危机如果是有的话 是谁挑起的这就很难讲 但是作为一个大国也不能不准备吧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 现在他这些粮食安全 还有这些能源安全 这是长期的一个中国大陆 像最近几年这个大陆 习近平他又一直讲 就是说这耕地的底线 事实上我去年去这个 去成都的时候 在郊区的时候 他们就一块空地 重新再开发成种玉米 那我就问当年 我说怎么搞怎么搞 他说这个我们有一个 就是说耕地的一个下限定了 任何一个地方政府 他都要照那个下限 去满足那个标准 所以本来他已经 已经废在那个地 他又把它重新开发 因为他们是这个 我觉得大陆现在这个 所谓的KPI是很清楚 他现在要 比如说他要 要耕地的多少 然后他的储量要 战备储量要多少 他都是数据在安排 数据要求的 那大陆是在备战是没有错 而且呢大陆我觉得 基本上是很快速的 在跟美国跟西方在脱钩的 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天天脱钩 现在是被脱钩 中国大陆是在减低对这个外界的依赖 因为全球化的一个时代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 没有安全顾虑的接受 这个所谓的全球分工 我这个不要生产了 我就靠进口更便宜 可是你发觉全球化的时代 在美国带领 他在切断 变成新冷战 所有东西都切成两块的时候 那你还要把你的这些 所谓的生存依赖的 重要资源重要能源 还放在你渐渐不能信赖 对你敌对的另外一个 那就是基本上 那就是根本就 就是完全不理性 主要是这个世界 这个变动很大 变化也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粮食还有能源 是最基本的嘛 那中国大陆14亿人口 当然你说它的储备啊等等 其实因为像类似这个新闻 大陆储粮啊 储能源 其实一直一直都在发布 但是它在这个时间点 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觉得还蛮特别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层你的KS Blue Your Care